每日有新挂 可谈可不停 哈喽大家好 爱你们的小二又准时出现了 最近有两部剧非常有意思 分别是网卡和谭孙韵 相放而行 以及李线与神仙几节刘亦菲的去有风的地方 他们不仅名字相似 就连收视率都打得不相上下 不过要综合说起来还是前者更上一筹 相放而行 剧情正能量 网卡和谭孙韵这对男女主CP感和号召力都很强 种种加持下 让这部剧在央视黄金段首播后 收视率酷云破二 作为上新剧 相放而行 战内成绩也不容小觑 两大平台热播 战内热度屡判新高 多类别霸榜 网播云和单日破译 目前该剧已经圆满收官 热度依旧居高不下 最连接荡的狂飙都占了他的光 首播便拿下收视第一的开门和号成绩 相放而行收官后依旧令人恋恋不忘 因为主演所饰演的角色实在是令观众印象深刻 特别是谭孙韵扮演的程骁 作为酒零花里的CVB第一名 谭孙韵的泄露越来越稳 每部作品给做了观众惊喜 这次同样也不例外 长着一张萌昧脸 小小的身体里却有着大大的能量 即便驾驭着十分有力量感的女强人形象 也丝毫不让人出息 甚至是出彩之际 所以相放而行能有这么活 有一半以上是谭孙韵的功劳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可想而知她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绝对不轻松 父母是孩子前半生唯一的观众 长着一张娃娃脸 年龄已经奔散的谭孙韵 是一枚标准的90后 她出生于四川 从小就喜欢文艺 特别擅长跳舞表演 11岁 谭孙韵开始专业学习古典和民族舞 15岁 谭孙韵第一次接触到表演 被专业的前辈们夸到很有表演天赋 从此她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演员 谭孙韵开始将北京电影学院表演戏 当作自己努力奋斗的目标 周围的亲戚并不看好这个闺女 能在此条路上成功 一时谭孙韵的颜值 顶多称得上可爱 并不是算一眼惊艳类型 二是娱乐圈水太深了 她一个没关系和背景的女孩 凹出头的几率实在是太渺茫 好在最亲近的父母支持自家女儿 尽管家里并不富裕 但他们安慰女儿不要管那么多 只要是你想要的 我们砸锅卖铁也要给你 尽管好好学习 去努力激进梦想 用谭孙韵的话来说 我不知道我爸妈是怎么维持 我上学的天价艺术资金 只知道妈妈天天上班 有可能是找人借的钱 总之不清楚他们在干什么 因为从来没有告诉我 和全天下大多数父母一样 谭孙韵爸妈无论吃多少苦都不怕 唯独害怕苦了孩子 无法做喜欢的事 出生于如此温暖的家庭里 谭孙韵被教育的很懂事 孝心的谭孙韵看到了父母对她的付出 为不让对方失望 她一直都在努力学习 天道酬情 2007年 谭孙韵被梦寐以求大学的北电 成功录取 4年 谭孙韵出演了人生第一部电影 正式开启了演艺生涯 万事开头难 长相并不惊艳的谭孙韵 出导初期 迟迟于好剧本无缘 小小年纪就出去北漂 谭孙韵吃了不少苦 父母看在眼里 疼在心里 为了不让女儿挂念他们 总是报喜不报忧 父母的支持 给了谭孙韵前进的动力 出导第三年 她终于凭努力 拿到了一个能让观众 有所眼熟的小角色 甄嬛传唇二 这是许多观众 对谭孙韵最初的记忆 青色可爱 又因为一张娃娃脸 很像本色出演 不过这种假象 也导致观众 看不出她的演技 很快 谭孙韵被其他 更多有魅力的配角 盖过光环 全然在她演艺生涯上 就这样一傻而逝 受限于娃娃脸的形象 导致谭孙韵 又默默无闻了五年 直到2015年 谭孙韵在《旋风少女》里 饰演了古灵精怪 惹人爱的范小莹 才开始让观众 看到她的魅力 真正了解这个魅力 后观众对谭孙韵 无比惊讶 25岁的人出演学生妹 倒没什么关系 关键是 谭孙韵满脸的胶温蛋白 一眼都看不出来 像是吉祥奔三的人 从这个时候开始 谭孙韵的娃娃脸 成为了她本人身上的 一大优势 如果说旋风少女 是观众 挖掘了谭孙韵优势的开始 那么最好的我们 便是谭孙韵 将自身优势 放到最大的一部剧 凭借着旋风少女的 精彩表现 最好的我们 找来谭孙韵世系 整个剧组的人 各顶各的眼光毒辣 制片人看到谭孙韵后 十分认可选角导演的眼光 当场拍板 让她出演耿耿 原因很简单 无论是角色天真 懵懂的感觉 还是青春少女的外表 谭孙韵都无一不具备着 即便谭孙韵和男主 刘浩然相差了7岁 但两人穿上校服 观众丝毫看不出违和感 他们居然是从书里走出来的人物 堪称天选演员 时至今日 耿耿和于怀 依旧是校园剧CP天花板 如此适入人心 谭孙韵也凭借着耿耿这个角色 拿下了爱奇艺2017年 最具有潜力演员奖 奖项实至名归 因为谭孙韵的确很有潜力 从此 谭孙韵的资源彻底打开 面对应接不暇的剧本 聪明的谭孙韵在童年 狐狸的夏天 就挑战了现在最为流行的 和吃香的女强人角色 虽然眼着眼着 谭孙韵不小心陷入了平静期 但两年后 他凭借着一部压箱底的剧 紧一之下又重新逆袭 本来这部剧 无论故事情节还是制作 都很粗制烂造 结果没想到 观众看着看着就真香了 谭孙韵和任佳伦 这对男女主 不仅言之养眼 站在一起 CP感是很十足 逐渐的 男女主发糖 成为了这部剧最大的看点 当然让观众感到甜到掉牙 越看越上瘾的前提是 他们有着演技保障 尤其是女主被挟持那一段戏 谭孙韵在没有任何感情渲染的情况下 绝望的流出了一滴泪 他的实力 再次得到观众认可 有人说 谭孙韵很幸运 可以和那么多男神合作 因为他第二年 又带出了一部爆款剧 以家人之名 是顶贴了爽子的名额才能出演 但谁让爽子跑好珍惜呢 偏偏作死呢 更何况 幸运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在这部戏里 谭孙韵 与小他八岁的宋威龙和四岁的张星成 两大男神合作 而且他饰演的李尖尖 是他们的妹妹 本来可以当弟弟的两个人 化身为宠妹狂魔 导致女观众没看一击 浑穿女主的想法越发强烈 毕竟 谁不想拥有两个帅气 又宠自己的哥哥呢 然而能让观众很有代入感 可不是一个人设那么简单 收拾冠军的秘诀 等于实力一加性格 即便爽子没出事 换他来演 或者是找其他女演员 说不定都不可能达到谭孙韵的受欢迎效果 归根结底 还得是实力两字奠定的 最经典的一个片段 要属于李尖尖 当着家里的几个大男人 开开心心 宣布他出巢 光听文字 居然感到很尴尬 如果换个演技惨不忍睹的女演员 分分钟让观众脚趾能抠出一座 芭比梦想豪宅 可是谭孙韵不一样 他让观众看上去的第一感觉很自然 而又搞笑 如果你认为 李尖尖是一个很纯粹的开心果角色 只需要负责无脑嘻嘻哈哈 那么就大错都错了 这个角色看似简单 其实相当难言 因为李尖尖的存在 不仅是在治愈两个哥哥 还有很多剧情 因为他的美好才变得合理 难得的是 这部戏是谭孙韵母亲意外去世后 他接的第一部戏 最亲爱的妈妈永远离开了自己 从谭孙韵当时断更许久的微博状态来看 她必定是崩溃了许久 然而在这部戏里的谭孙韵 完全没有憔悴沮串丧感 除了那场流星许愿的戏 李尖尖高喊着对妈妈的思念 这一刻她是真情流露 不再需要刻意扮演快乐 其他多数地方 她每个镜头的精神状态 都无比元气和目光有深 这是何等的意志力 才能完成的这一切呢 她的付出有所回报 凭借着这部剧和先前经典暴剧加持 谭孙韵拿奖增分两不误 这时候有人说了 虽然谭孙韵手握爆款 再加上今年这部开年作相方而行 但在出道时多年来 人气依旧差强人意 更是有人把同年龄层的 女顶流杨子和热疤 拿出来与谭孙韵做对比 可殊不知 对于谭孙韵而言 这才是最好的状态 既可以抗拒流量 也还不至于天天被潮 国民度不到位 再加上谭孙韵合作了那么多男神 却始终没有给狗仔一点机会 拍到绯闻 美女安心搞事也不作妖 路人员一向很好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尤其把自己搞成新风血与体质 还不如将更多精力放在演戏上 到时候有大把好资源找上门 何愁没有更多的人喜欢自己呢 谭孙韵刚刚收惯的相反而行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无论是热度还是收视率 在央视2023年度 排前十问题都不大 聪明的她 始终在尝试不同类型的 这场女性角色 从设计师到总监 造的现在的飞行机长 谭孙韵有没有进步 一目了然 没人不喜欢努力的人 这个成绩给其他小花 足够吹上大半年 而谭孙韵他是拍戏 用作品来说话 从不搞虚无缥缈的东西 这样一位公众人物 才是大家追求的正能量偶像 有çu有所谐的价格